去年因為抗擊疫情表現出色而認得好評的紐約州長傅莫最近連續遭遇罵法。 在上個週末,一名曾經擔任傅莫助理的女性指責傅莫曾對她有騷擾行為。 之前,另一名前助理也提出類似指控, 而此外,最近也有批評者指責紐約州政府緩曝了該州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數。 一名曾經在傅莫州長辦公室擔任衛生政策顧問助手說, 傅莫在她與她單獨相處時曾有個與性相關的不當言論。 之前,傅莫州長的另一名女性助理也曾指控傅莫對她進行性騷擾。 傅莫最初否認了這些指控, 她在星期日發表的一份聲明中表示, 她的某些開玩笑的言論可能會受到誤解。 傅莫說,她會配合紐約州檢察長辦公室的調查。 傅莫在聲明中重申, 她未有對任何人作出不當舉動。 紐約市長白思豪呼籲對有關傅莫州長的指控進行獨立調查。 白思豪表示,她是需要全面以及獨立的調查。 她想強調的獨立這兩個字, 即是指主持調查的個人或機構不應被迫妥協, 不應受到州長辦公室的左右。 調查應該獨立進行, 因為這些被指控的行為如果屬實, 無法令人接受。 傅莫之前曾經授權一位退休聯邦法官 就性騷擾指控進行調查。 而在星期日晚間, 她同意由紐約州總檢察長辦公室負責調查。 更為僕藤法官 正的經歷